我们的压索土是经过改良的 有蒜香味跟滋兰味 目前一天最少能卖六七十斤 大家好我是海浪哥 今天我们来到了马相 这里有家新开的卤味 听说压骨架做得非常的有特色 让我带你们来了解一下 老板你是哪里的 我南平的 就是在厂门已经十年了 那你怎么想说来做这种卤菜呢 就是平时我自己也喜欢吃嘛 就是在看电视啊 那种无聊的时候就喜欢啃一啃 所以就想说也来开一家这种卤味店 这边附近的人也都比较喜欢吃这些卤味 那像这种卤味掉很多啊 那你们给你们什么特色呢 我们红辣卤味本身就已经大家都很喜欢了 这一次我们又改良了一个压索土 像这种压索土 我们每天最少都能卖六七十斤 那像你们目前一天能够卖多少钱呢 也没有去算 我们现在是新店开业嘛 买一斤送半斤 爪嘛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大点盆 卖一天或一盆 像那个压中刺的话 也是这样子大概一盆 压索土的话是要间间的 大概要两瓶左右 大概就是一天两百左右吧 那像这个压索土的话 做起来会不会很麻烦呢 麻烦是不会的 主要是讲究这个技术 你像卤不够 不能吃 卤太过了 肉就脱落了 特别是这个卤汤 从别的店拿过来的十几年老卤 里面的肥料比例要十分精准 特别是这个香料包 里面有几十种要精准到克 像市面上的压索土 卤一卤就拿出来卖 我们的药卤完之后还要放凉 凉好我们要切 切完之后我们要去炸 这个炸就特别重要了 因为你炸过了就会焦了 炸不够又不够酥 炸完之后撒上我们的香料 吃起来非常的香酥 脆口而且还有分自然和蒜香味的 夏天拿来喝啤酒是非常的OK 那你们这个是怎么卖的 压索土压翅板 就是三十九一斤 鸡爪是三一斤 主要就是整个量 那你们每天几点开始买 我们每天早上七点钟 开始起来备料骨质 大概十一点左右可以开始卖 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可以收汤了 那除了这个压索股以外 还没得到 有啊 鸡脚啊 压中刺啊 五股鸡爪啊 猪耳朵啊 猪蛇啊 这些我们都有啊 十几种 那目前都是些什么人来的吗 现在主要就是周边的一些人 一些外卖 有些公司朋友知道的话 会提前打电话过来预订 我们用纯程快递马上就能收到 这就是做好的压索股 它有两种味道 一种是自然味的 一种是蒜蓉味的 像我们市场上一般都是卤出来就卖 它这边呢是卤完 而且在炸 吃起来非常有嚼劲 坑起来也非常的香 那它这边除了这个压索股以外 还有鸭刺啊 鸭脖啊 还有鸡爪啊 什么都有 而且哦 像它这边现在还做活动 你买一斤还送半斤 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清明 非常的合适 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一种的话 不妨可以过来买点尝试一下